天才姐姐为了救我而死 从那天起 所有人都恨透了我 哥哥逼我偿命 竹马向我退婚 连助理也只把我当做姐姐的替代品 可他们不知道 姐姐是攻略女 已经完成任务回家了 会死的人只有我 临死前系统赠送我一个愿望 我猜你想让姐姐回来 等男人们醒悟你有多好 到你墓碑前忏悔对吗 我摇摇头 既然我要死了 他们也别想活 都下来陪葬 1.接到绝症通知那天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下意识联系家人 爸爸拒接电话 妈妈将我拉黑 哥哥只回应我冷冰冰的一句话 绝症 宁悠然你故意在弱弱的忌日这样闹 见不见 哦对了 今天是姐姐的忌日 我们是双生女 姐姐是个绝世天才 而我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笨蛋 三年前她为了救我而离世 明明我也受了重伤 可我在病床上醒来时 妈妈用哭红的眼睛死死瞪着我 说 为什么死的是弱弱不是你 我活下来了 所以我有罪吗 从那天起 本就不喜欢我的家人们彻底恨透了我 每到姐姐忌日 这样一想 可能我的死活他们根本不在乎 二 虽然已经确诊 医生还是要我立刻过去一趟 颤抖着走出办公室 眼泪已经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门外等候的助理愣了一下 抽出纸巾递给我 阳光洒落在青年干净的眉眼上 她的声音低沉又温柔 擦擦吧 别哭 顾薇 她曾是姐姐的高级助理 当年前途无量的她放弃了百万年薪 心甘情愿陪姐姐创业 所有人都好奇为什么 她只是笑笑说 人生难得遇到知己 选择了我 哪怕我对公司一窍不通 她也会耐心地帮我打理好一切 告诉我别怕 在全家人责骂我的时候 只有她鼓励我坚持下去 陪我度过了难熬的岁月 她是我最信任的朋友 想到这里 我哑声道 我要去趟医院 你陪我去吧 顾薇提醒我 下午是重要的会议 您必须出席 我沉浸在思考里 没有停下脚步 于是顾薇追进电梯 语速突然加快 回去吧 这位甲方是您总在事时 费了很大精力才谈下的 我应该去医院 这次 顾薇伸手死死按住了我的车门 用不容智慧的语气警告我 你的事能有多重要 比弱弱的心血还重要吗 她已经因你而死了 你要守护好她留下的东西 为什么偏要在她忌日这天任性呢 你这样做 对不起她 一瞬间 我仿佛被冰水从头到尾浇个湿透 心也凉得彻底 原来她帮我陪伴我 还是因为您弱弱吗 我深深呼吸着 沙哑问她 当年 你为什么选择留下帮我 顾薇犹豫了一下 平静道 抱歉 你是世界上最像她的人了 回去见甲方吧 如果如若还在 她不会像你这样偷懒 她搞事业的样子最美了 三 前所未有的酸楚与愤怒缠绕在心头 水汽一点点阴晕了眼眶 我用尽全力拉扯车门 可顾薇结实的手臂按在上面 纹丝不动 于是我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现在是我给你发工资 如果我的话你不肯听 那么你被解雇了 顾薇愕然 从没见过我如此疯癫的发脾气 她正要开口 突然看见我的鼻血一滴一滴滚落下来 好像止不住似的 她变了脸色 你怎么突然流鼻血 和你去医院有关系 我趁机一脚踹开她 上车踩死油门扬长而去 收拾你的东西尽快滚 如果生命进入倒计时 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 我想尽情发疯 车子狂飙进隧道之后 视野里的一切开始模糊 最后完全陷入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 耳畔响起一个冰冷的机械音 宁悠然 宁若若完成攻略后有一个赠品 她转送给你了 请问你有什么愿望吗 一番交谈我才明白 原来宁若若是胎生的攻略女 所以她从小到大都很聪明 八面玲珑 甚至连未来都能预知 她为了救我而死 其实她是完成任务回家了 临走前做件善事 不过她能救我一时 改变不了我的命运 我还是会因绝症去世 我猜你的愿望是让姐姐回来 成全所有人 等大家慢慢醒悟你有多好 到你墓碑前忏悔 你就爽了对吗 99%的娇妻都许了这个心愿 我沉默极妙 拒绝了这个提议 凭什么只让我受苦呢 死了之后全世界才来爱我 我不稀罕 既然我要死 他们也别想活 都下来陪葬吧 四 我清醒时已经在医院急诊了 我抓住医生的袖口问怎么来的 你忘了 一位婚夫楚容在隧道发生了车祸 你不顾性命冲进去救他 救护车把你们一起送来的 车祸 隧道 楚容出现的那一刻 我已预料到了 他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男人居高临下注视着我 凌乱黑发遮住了一双鹦鹉毛子 俊美冷清的脸上写满不屑 如你所愿 所有记者都拍到了你进隧道救我 外面都在传我们有多恩爱 宁悠然 你用这种手段死赖着我 真的恶心 我麻木地低下头 我和楚容一起长大 我爱了他十年 他没对我表现过浓烈的爱意 也从不拒绝我的主动追求 我提出订婚他也答应了 可宁若若去世后 他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疏远我 先前的婚约也不做数了 明明前一天我们还在牵手 我不懂自己哪里做错了 于是我百般讨好挽留 仿佛把所有不甘都寄托在这段恋情上 傻傻的不肯放手 可现在我累了 我恰好经过那里而已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也没有那么爱你 五 楚容下意识皱眉 不过很快 他认为我在欲情故纵 狠狠嘲笑我时 他怀里那束除菊花上的卡片飘落下来 恰好落到我腿上 我们都愣住了 他和宁若若也没有 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人照的 楚容把我撕掉 成了他和宁若若唯一的合照 背面写着 无法拥有你 只好永远守护你 怪不得啊 车祸那么严重 这束花都毫发无损 今天是宁若若忌日 楚容要去祭拜新上人 他根本没爱过我吧 只把我当作接近宁若若的借口 宁若若死了 自然就一脚踢开 别碰我的东西 楚容疯了似的想抢走合照 却慢我一步 我拿着合照引诱他凑近 扯动干裂的唇瓣轻声讥讽道 宁若若活着的时候 根本看不上你 死了也不会搭理你吧 你这甜狗比我还可怜 楚容摸得红了眼眶 羊手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 连他自己也愣住了 细密的血珠 一点点从我嘴角渗出来 刺痛了男人的眼睛 可他没打算道歉 高高在上地命令我 宁若若 我从没说过喜欢你 是你一厢情愿 把你弄出来的热搜撤掉 尽快解除婚约 当然可以 我挪开背包 露出了正在直播中的手机 眸色冰冷 刚刚这段视频公布出去 全网都不会再提你我的婚约 我成全你 6 这场直播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关注恋情的网友 全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大骂楚容找备胎 欺骗女孩感情 逼得他落荒而逃 随之而来的是 两家公司骨架跳水 连夜惊动了董事会 我们的婚约彻底要结束了 因为绝症 我的凝血功能很差 医生原本要留我住院治疗 但我偷偷逃回家了 设定里我迟早要死的 痣也没用 那天深夜 一双大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 冰死的窒息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睁开眼 对上了凝宇川怒不可遏的脸 我真是小瞧了你 你多恶毒的心肠啊 我死死抱住凝宇川的手臂挣扎 被他一股大力甩到床下 重重撞上了柜门 鲜血从额头一滴一滴滚落 并没平息宁宇川的怒火 我以为他生气是因为那场直播 没想到是因为生意 宁若若生前安排好的一堆项目 在今年启动 怎么那么巧 项目把宁宇川手里的资源全抢走了 让他带着宁氏亏损好几个亿 但宁若若的公司现在由我继承 我本就不懂经营 如今更是百口莫辩 伤口传来闷闷的顿痛 我索性躺在地上摆烂了 任由宁宇川发疯 男人步步逼近 周身弥漫起令人恐惧的戾气 既然你不想安分一点 我让你安分 宁宇川拎着我的衣领 半拖半拽丢进车里 一路朝郊外开去 那里是宁若若的墓园 七 我从小不得家人喜爱 宁若若尔尤为讨厌我这个傻子 她是父母收养的长子 背景干干净净 母亲生下我们后坏了身体 虽为豪门 心里也是重男轻女那一套 所以对宁宇川非常看重 当作继承人培养 宁若若能陪她谈下几个亿的合同 助她坐稳继承人之位 而我只会在她应酬后 炖一锅解酒汤 傻傻地讨好她 宁若若去世 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崩溃了好几日 清醒后一度想要逼死我 为宁若若尝命 我应该怕她的 可我 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被宁宇川拉到了宁若若的墓碑前 她按着我的头跪在地上 手臂用力道泛起轻筋 你扰了若若的清静 跪下向她磕头认错 我没有力气挣扎 额头抵在墓碑上喘着粗气 耳畔充斥着嗡嗡巨响 这时脑子倒是清醒了 我抱着墓碑嘲笑宁若川 你不是恨我吧 你是恨宁若若死了 大家都会发现你有多废物 一事无成 宁若若面无表情将烟头按在我手上 烫得皮开肉绽 然后将我一脚踹开 无数个陌生的墓碑在漆黑夜里注视着我 她在冷风里渐渐远去 留下一句阴森森的话 宁若若 如果你今晚意外死在这里 我的弱弱是不是就能还魂回来了 我早已昏死过去 却又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在熟悉的麦巴赫车里醒来 一双苍白的大手递来保温杯 声音沙哑到可怕 你 还好吗 是顾维 当我疑惑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时 顾维颤抖着对我说 你走后 医院的教授联系到我 她 说你的检查报告有点问题 说到这儿 顾维克制不住哽咽了一下 强装镇定看着我 别管那些甲方了 明天我陪你去重新检查一次 肯定是哪里错了 一定是错了 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悲伤气氛 顾维颤抖着暗下接听见 又一不小心碰到外放 宁宇川助理的声音突然炸开 顾助理 你能联系上宁小姐吗 宁总心跳骤停在ICU抢救 其他家人联系不上 宁小姐能过来签个字吗 同一时间 楚容检查出绝症的消息也炸上了热搜 系统在脑海里对我说 按你要求的 宁宇川现在与你共命 你所受的折磨都会转移到他身上 楚容完全复制了你的绝症 你死他也得死 最后这个顾维 你打算怎么办 我抬眸望向顾维 他正焦虑地滑动手机屏幕 看起来像在工作 可是他干净的眼镜片上 反射出了屏幕内容 那是一张他偷情宁若若的照片 他滑来滑去 其实是在一遍遍抚摸他的心上人 他害怕我死了 世界上就没有人更像宁若若了 宁宇川抢救的时候 爸妈赶到了 你已经害死了若若 要是再敢害死我儿子 我和你拼命 爸爸一言不发拦着妈妈 看似在护我 其实他是身居高位 喜怒不形于色 几小时后 我被保姆锁进书房 一个人面壁思过 小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全家任何一个人说我错了 甚至保姆说我多吃了一盒冰淇淋 爸爸都会把我锁到书房里反思 有时是一整晚 有时是一整个暑假 这次爸爸好像格外生气 将我锁在书房两天两夜没给一顿饭 发誓要我尝到教训 第三天 爸爸高高在上地问我 知不知错 一个人傻不可怕 要是心肠坏了 爸爸的话没说完 我突然走到他面前呕吐 等吐够了 我又用他的领带擦嘴 他的目光一下子变了 说完了吗 你的话恶心到我了 一场谈话不欢而散 从此书房门又被加了两把锁 每天会有一碗白粥从窗口丢进来 不会让我死 但也不想让我舒舒服服地活 我不哭不闹 像小时候一样蜷缩在窗口等待日升日落 只是在我被关禁闭的第四天 昏迷不醒的宁宇川再次进了ICU抢救 他们怎么折磨我的 都会报应在宝贝儿子身上哦 十 在第四天傍晚我已经没力气下床 脑子也不太清醒了 半梦半醒之间 忽然有很多人冲进书房将我带走 让我跪在ICU外面 妈妈请来的道士用桃木剑指着我眉心 口念咒语 似乎在施展什么法术 半上 她说我生来不祥 会克死亲朋好友 宁宇川病危便是被我防害了 而破解之法 是每日让宁宇川引一碗我的血 镇住我身上的晦气 宁宇川下ICU之后 母亲立刻照做 可是 她的指标反倒更糟糕 第二天 第三天 昏迷的宁宇川 无论输多少药都不见好转 两甲也凹陷下去 露出了将死之兆 第四天 医生冲进病房 抢救她再次停跳的心脏 无数次惦记之后 男人终于缓缓睁开双眼 艰难用手指拉住了妈妈的衣角 很快 医生给我拿来两大瓶营养液 将我精心照料起来 系统向我道歉 抱歉啊宿主 宁宇川两次冰死 头听到了一些剧情 现在她知道和你共命这个秘密了 系统刚刚说完 妈妈突然跪在我床前 轻柔地抚摸我额头 悠然醒了 身体好点吗 你哥哥已经救回来了 他很想念你 咱们去探望他一下好吗 十一 我被妈妈用轮椅 推来了宁宇川病房 营养液在我身体里起了作用 于是宁宇川的精神也好了很多 她让所有人出去 静静坐在病床上凝视着我 妹妹 宁宇川第一次这样温柔地喊我名字 这次大病让我想明白很多事 弱弱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聪明 不优秀 可你也是我们家的孩子 是我最小的妹妹 宁宇川让我靠近一些 大手轻轻抚摸我的发顶 我好像梦见了你被人欺负 被关禁闭 孤独痛苦 其实小时候哥哥最喜欢你了 你煮的醒酒汤很好喝 对不起呀 哥哥迟到了太多年 今后哥哥都保护你好不好 这曾是我梦寐以求的亲情 从宁宇川来这个家第一天 我就幻想他能像别人的哥哥一样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做我的守护神 想到这里 我低声笑了下 宁宇川也跟着笑了 可下一秒 我抬手扯掉了他的输液管和氧气管 血一下子飙了出来 十二 宁悠然你想害死你哥哥吗 在门外偷看的妈妈尖叫着冲进来 狠狠将我推倒 我撞翻了扎房车 头重重磕在柜子上 但是一点都不疼 反倒是宁宇川代替我受伤 一下子晕了过去 各种仪器开始报警 他甚至来不及拦住妈妈 呵呵 他不是想保护我吗 这怎么不算另外一种意义的保护呢 医生护士要抢救 于是我们都被赶出病房 妈妈气不过又想甩我两巴掌 这次有只大手拦住了他 用力将他推开 够了 悠然也是活生生的人 为什么对他非打击骂 我抬眸望去 施故为 宁宇川苏醒后撤掉保镖 他才有机会进医院找我 男人红着眼尾 稳住了我的轮椅 犹豫几秒后艰难地开口 你们总说让悠然为若若偿命 说他客死了所有人 难道就没想过 快死掉的人是他吗 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3 妈妈立刻冷笑 阴阳怪气地讽刺道 宁悠然才舍不得死呢 在我肚子里 他就拼命抢若若的营养 把他关进壁 他都不会饿死 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你这么死心塌地追随他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你可是我们家若若最信任的知己 现在跟了宁悠然 还处处维护他 不算背叛吗 顾伟马上就要把检查报告 甩在他脸上 听完这句话 不敢了 也对 他怎么可能真心维护我 有时候感觉这世界 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所有NPC都只有一个念头 虐我 无所谓 反正我死了他们也别活 顾伟在原地平复了很久 才慢慢推我下楼 他告诉我别怕 他已经帮我联系了教授进行治疗 我这可是绝症 治不好的 我知道 顾伟将我抱进车里 蹲下身替我系鞋带 所以我帮你报名了实验项目 国外有一所研究院 专门治疗你这种病 与其慢慢等死 不如试一试呢 我死索片刻 告诉他 据说这些实验药 都含有大量激素 我会慢慢脱发 变胖变丑 变得越来越不像宁若若 顾伟系安全带的手将在半空 好一会儿 他强称起笑容安慰我 没事的 你怎样都好看 第二天 我收到了顾伟的道歉电话 抱歉啊悠然 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 你不能参与研究项目 真的对不起 不过你别怕 无论怎样我都会陪着你的 这荒谬的谎言 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系统也跟着笑 这男人太有意思了 他就不知道他会付出代价吗 你可是让他 系统还没说完 楚容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他很想见我 14 楚容是楚氏幼子 在娱乐圈小有名气 他身患绝症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网上都骂他渣男 终于遭报应了 把他逼得发退圈声明 楚家花了大价钱为他治病 不过都没笑过 只能和我一样慢慢等死 我到时 楚容正在露天餐厅喝茶 餐厅外是一片很美的草坪 阳光洒落在男人 俊美无双的面容上 举手投足 都像漫画里的王子一般优雅 他喊我来 却不说做什么 只让我坐下喝茶 风卷着柳絮在草丛中飞舞 看着看着 他突然哽咽道 这些天 我想了很多事 有你也有若若姐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当时若若姐坐在草坪上写声 我跑过去打扰他 被他一巴掌推走了 有很久很久 我似乎只记得宁若若 记得他有多好 有多高贵不可谢完 直到确诊之后 我才想起那天你也在 那天你从身后扶起我 帮我贴窗壳贴 问我疼不疼 我皱眉望向楚容 他恰好也转头看我 所以满了星光的毛子里 填着一些哀伤 迷茫 我正要开口 他又说 我有时也搞不懂自己的心 不清楚到底喜欢谁 宁悠然 你能不能再像订婚那天一样 吻我一次 让我清楚自己的心 我缓缓站起身走向楚容 用手指挑起了他的下巴 十五 然后左右开弓甩了他两巴掌 你的心你自己都不懂 问我 拜托你搞清楚 咱俩现在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我凭什么吻你 你是吴彦祖还是吴尊阿 脸真大 我可不是心软了才来见楚容 我是想看看他确诊绝症之后 有多绝望后悔 很可惜啊 这男人死了都不冤 楚容物资愣了很久 露出一抹苦笑 也对 我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若若姐啊 我怎么会动摇呢 你再像也终究不是他 我要干干净净的下去见他 那你赶快死吧 和我说话的每一秒都是在污染你 你脏了宁若若可就不要你了 说完 我掏出一份文件让楚容签字 订婚时两家都出了嫁妆和彩礼 我爸妈给嫁妆的很少 最后是宁若若可怜我 在嫁妆里添了很多 现在就是这部分钱出了问题 楚容不愿意退还 楚容读完文件 下意识钻解了钢笔 宁若若你想好了吗 我签字 就代表我们再没任何可能了 我仿佛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 正要开口 突然鼻尖一酸 温热的血液涌了出来 宁 宁若若你怎么了 流这么多血 你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 我说不出话 鼻血一滴一滴累积到桌面上 就像漏掉的水龙头 再也停不下来 我想掏出手机求救 屏幕却滑得根本无法操作 服务生也不知道去哪了 意识消散的前一秒 我才发现楚容早已起身离开 朝街对面奔去 街对面正在等红灯的女人 是宁若若 16 宁若若 没死 我因失血过多而昏迷 很久很久才被服务员打120送去医院 普通医院查不出具体问题 只告诉我指标不对 要我进一步检查 系统说绝症发作一共会发作三次 第一次流鼻血是和顾尾争吵 第二次是现在 第三次就是死亡 而我苏醒时 身边只有宁宇川的助理守着我 他说宁宇川很担心我 但有要事抽不开身 让医生务必治好我不能出差错 宁总他是哥哥 一定会保护好妹妹 所以你也要爱惜身体 别让哥哥伤心 我听完哈哈大笑 自从宁宇川偷听过剧情 他对我可是宝贝的要死 生怕我磕了碰了把他也害死 如今抢救这么大的事他都不来 一定是急着去见假宁若若吧 没错 真正的宁若若早就烧成灰了 楚容遇到的女人叫李希同 很像她却不是她 不过 所有人立刻接受了她的存在 把她当做宁若若回来了 只不过忘记了曾经的事 爸妈将她接回家 任她做干女儿 故为连夜从外地开车回来 带着财报和公司资料 红着眼尾说这些年 她把公司守护得很好 而楚容 她拒绝将那部分嫁妆退还给我 她说 那本来就是宁若若的钱 她要物归原主 十七 楚容是主动带着李希同来向我谈判的 她不止不会在我的文件上签字 还要我签财产转移证明 把钱转到李希同名下 啊 这位就是你们说的宁若然吗 李希同笑着和我握手 即使宁若若从不会这样微笑 楚容还是痴迷地望着她 认定她就是心上人 认识一下吧 以后我就是你姐姐了 楚容 她马上要成为你姐夫 她向我求婚了 我愣了一秒 缓缓回握住李希同的手 然后用另一只手抄起咖啡杯 狠狠砸在楚容脸上 你可真是找替身的一把好手 宁若若那点钱 是不是能给你当传家宝啊 等你曾孙子娶媳妇的时候 要不要说她长得像宁若若 让我转让财产啊 咖啡融化了楚容的笑容 杯子也砸到她当场标出鼻血 吓坏了所有人 唯独李希同慢慢笑了 18 李希同 这个名字 我想想便知道是系统 她说她在这个时间加入到故事里 是害怕我反悔 在我出现的前几个小时 楚容对宁若若的好感度降到了50 对你升到了88 我怕你被渣男迷惑 所以出现激怒你 但楚容真贱呢 她觉得你越生气就越爱 现在她的好感度满了 她完全爱上你了 大数据显示 85%的虐文娇妻 在白月光回来之后 都会忍耐退让 默默等死 其中99%会先删白月光一巴掌 在精神上胜利 在口头上清醒 然后还是默默等死 其中又有65% 因为死前男主角爱上她了 说出祝你和不爱的女人永远幸福 用自己的死来让男人后悔一辈子 你不会是这种娇妻吧 不会吧不会吧 我花了很久才接受这个荒谬的消息 甚至都不知怎么吐槽楚容这个贱人 如果不是得了绝症快死了 她才不会爱我吧 李希桐把爸妈送给她补身子的燕窝 钝化了一勺一勺胃给我 问我接下来还有什么要求 楚容既然爱上我了 让她知道我也身患绝症吧 我倒看看她怎么向我赎罪 李希桐乖巧点头 又换了一碗花椒喂我 我觉得奇怪 你不是说你是个赠品吗 是你弱弱完成任务送的 怎么服务这么周到 李希桐用勺子对着花椒 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 19 我和楚容治病的医院毫无交集 于是李希桐偷偷把我的病例 塞给楚容的医生 让她无意中发现真相 不过楚容还没发现 我的绝症第三次发作了 这次我真的要走了 发病那天原本是股东大会 顾薇来家里接我时让我别紧张 从容递给我一杯咖啡 喝吧会舒服一点 可是那里面加了过量安眠药 我对安眠药过敏 一番抢救之后 我躺在床上一时游离 不能动也无法睁开眼睛 只听见不停有人在哭 哭得最大声是妈妈 她说她没想害死我 她只是听顾薇的话 在咖啡里家要让我睡一觉 别打扰李希桐今天回去继承公司 原来顾薇又骗了我一次 一起悲伤的还有宁宇川 我快死了 她也活不了多久 昏迷之前 她将听到的秘密告诉全家 吓坏了所有人 爸爸跪在我床前 让医生不惜一切也要治好我 倾家荡产她也愿意 哭着哭着 妈妈小心翼翼握住了我的手 低声问我 你只让宇川和你共命 没让别人对吧 说起来宁宇川也不是我们亲生儿子 她现在已经不是宁家的人了 我们马上和她断绝关系 爸爸突然仰手扇了妈妈一巴掌 满肚子怒火无处发泄 反手又扇了一次 说到底都怪你 当年你贪心不足 上了我的床 还要再爬其他男人的床 最后怀上个双胞胎 悠然和若若一样也就罢了 偏偏他们姐妹差距如此之大 若若那样冰雪聪慧才是我的女儿 宁悠然蠢猪一样 肯定是被别的男人污染了 我怎能不讨厌她 现在想想 明明两个都是我的宝贝女儿嘛 原来 我从出生就被全家讨厌 竟然是这样 太荒谬了 还有宁宇川那个崽子 其软怕硬 狗胀人士 一个养子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 都是她的错 爸爸急得在屋里躲步 最后找来一个狐狸玩偶塞进我怀里 让我紧紧抱着 女儿啊 这是你小时候最想要的娃娃 爸爸不给姐姐买 只给你买 全家都欺负你 但是爸爸最爱你了 乖 真讽刺啊 小说里那些女主义得绝症 全家人都凡然醒悟的桥段 全是假的 世界上哪有什么良心发现 无缘无故就忏悔啊 只有触动她们利益了 她们才会被迫忏悔道歉 这一刻爸妈终于意识到 她们的生死都牢牢记在我的手上 可她们再怎么讨好我 也无济于事了 二十 靠机器维持生命的第三天 我突然醒了过来 窗外的阳光很暖 身体也很舒服 顾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绕开保镖跑进我的病房 从前温柔的毛子早已被冷漠替代 她对我说 怎么下床了 躺回去吧 别让我心疼 你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顾薇愣了一下 挤出一丝虚伪的笑容 我对你 从没有半句假话 她扶着我回床上躺好 帮我摆上小桌子 不紧不慢谈起了公司的事 她拿出几大厚厚的文件给我看 你今天精神不错 看看项目 合同我都审查过了 没问题就直接签字吧 我草草翻阅 文件里加了几页股权转让协议 受益人是李希同 在顾薇的注视下 我一笔一笔签上了名字 盖私人印章 顾薇非常满意 以为我毫无察觉 签完 我怜悯地望向她 从认识那天起 你骗过我无数次吧 顾薇下意识推了推镜片 说我累了 让我安心休息 嗯 既然这样 我就不向她剧透了 让她继续撒谎 某天暴毙而亡好了 我为每个渣男都安排了死法 顾薇满口谎言 最喜欢把我当傻子耍 那我就让她继续撒谎 她骗我一次 就要分一天 扬寿给世界上需要的人 一个人需要就给一天 一万个人需要就给一万天 从系统出现之后 顾薇已经为我 献祭好几年的寿命 她真是个大善人呢 21 我回光返照的下午 宁宇川也醒了 她问我 死期将至对吗 声音有种说不出的平静 我坐在她床边削苹果吃 还问她要不要来一块 系统说 如果大家再爱我一点 哪怕把我当正常人来对待 都不会让这本书发展成虐文 我也不会死 宁宇川默默掉下几滴眼泪 酸色道 我真的不讨厌你宁若若 刚来家里的时候 爸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我得听话才能当他们的儿子 后来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但我真的不讨厌你宁若若 你每次煮的粥 烤的蛋糕我都会吃 你被关亲闭的时候 我还给你送过巧克力 哥哥只是不擅长表达 都把爱藏在心里 说着 他颤颤巍巍拿起一个闷烧杯递给我 里面是他倒进去的热水和米 他太着急了 直接摔在地上 卑微地抱着我裤脚祈求我 你都是怎么诅咒的 教教哥哥吧 也教我怎么爱你好不好 哥哥把生命分你一半 你告诉系统 让我们好好活下去 我面无表情扭开盖子 全都倒在了宁宇川头上 也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 从前我被同学欺负时 他也是这样高高在上看着我 在泼我一桶冷水 嘲笑讽刺我 如今我都还给他 22 我记不清最后是怎么走的了 最后竟是楚容留在病房 看着我抢救 他灰白的脸比我更像死人 让我活下去 他还剩一天就给我一天 还剩一年就给我一年 系统无所不能 一定还有办法 李希同一手牵着我的魂 一手狠狠捏起楚容的下巴 你知道世界上什么罪见吗 迟来的深情 你爱他早干什么去了 人死了才后悔 狗都不稀罕 在楚容绝望的哭声中 我被宣告死亡 同一刻 世交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 故为陪父母去扫墓 被自家亲戚开的卡车迎面撞飞 肇事者受害者都没留下个全尸 一夜之间 他家就剩养的狗还活着 哦 他的报应到了 23 李希同要牵着我的魂 去中心收容处 路上我看见了爸妈 他们背对背坐在民政局门口 听到我去世的消息 吓得嘴唇发白 都没力气走进去办离婚 他们认为 宁宇川不是亲生的 共命也轮不到他们 他们离婚了 我恨妈妈也别恨爸爸 想方设法逃避我的报复 那愚蠢的模样让我放声大笑 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可没让系统惩罚他们 一下子就死了有什么爽的 如果你知道有把刀悬在头顶 却不知道刀什么时候落下来 每天战战兢兢地活着受折磨 才是他们最好的报应 笑着笑着 我忽然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我看到六岁的自己被关禁闭 蜷缩在书桌下面哭 窗口忽然丢进来一块巧克力 窗外 比我高不了多少的宁若若 竟然用梯子爬上三楼 他本来背了很多很多吃的 可惜他手太短了 其他的都扔不进来 第二天 我以为巧克力是保姆给我的饭 原来是他 白雾闪过 我又看见16岁的自己 追着楚容讲话 可楚容刚被宁若若拒绝 将我狠狠推开 还骂了句肥婆闭嘴 我在操场哭了很久 原本已经回家的宁若若 又背起书包来接我 他装作下碗自习路过的样子 把一根棒棒糖塞我嘴里 冷冰冰问我走不走 最后我看见26岁订婚前夕 宁若若把醉鬼宁宇川送回家 顺便喝掉了我为宁宇川煮的粥 把空碗摆在宁宇川床头 爸妈就给这点嫁妆 他们不要脸我还要呢 传出去是我宁若若落魄了吗 好歹是有血缘的妹妹要嫁人了 她向来心高气傲 把全家对得哑口无言 在爸妈给的50万嫁妆后面 多加了两个零 那是她能给我最好的了 原来我是虐文故事里的女主 宁若若是万人迷女配 活着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任何爱意 可她还是用尽全力在温暖我 后来宁若若的任务完成了 系统问她何时离开 24 储龙捐献的寿命和顾为献祭的寿命 我是可以用的 但我要以新的身份复活 不可以影响世界的正常秩序 复活前系统问我 作为宁悠然 还有没有要做的事 我想了想 让她吹起一缕清风 把宁若若最喜欢的橱具花 吹到她墓碑前 未来我也要葬在她身旁 提前和她打声招呼吧 对了 宁若若还有封信留给你 翻外零一 宁若若的信小傻子 读到这封信证明你没死 那我夸夸你吧 谢谢你从剧情中觉醒 自己救了自己一次 这本虐女故事挺恶心人的 要让我逆天一样的优秀 来衬托你有多平庸 要让所有人喜欢我 来虐不受欢迎的你 最后受尽委屈的你身患绝症 到咽气前一秒都没等来道歉 刚一闭眼所有人就后悔了 争抢着说爱你 连母亲在怀孕时做错了事 也要牵连到你身上 不离谱吗 可仔细想想 为了虐儿虐 哪需要什么逻辑理由 太多像你一样的女孩子生来 就遇见了不公平 受了太多委屈 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幻想 幻想自己带着满腹冤屈 离开这个世界 全世界就会醒悟他有多好 曾经欺负他的男男女女 就会排着队来他坟前忏悔 最狠心的报复 也不过是男人为他终生不娶 精神胜利法 挺可笑的 到地球毁灭那天 恶人也不会主动忏悔 于是我想了千次万次 来拯救故事中的你 我把遗产留给你 把系统留给你 把复仇的镰刀递到你的手里 还好还好 你没做出自己受苦 成全所有人这种蠢事 最后请你记住 一个女孩最重要的 不是被人喜欢 不是有多聪明漂亮 而是自尊和面对困难 不服输的勇气 别在泥潭中慢慢凋零 等人们心疼你才想起后悔 生在什么样的土地 你都要努力破土而出 让自己足够强大 让那些欺负你的人 主动跪下道歉 二 读完这封信我才知道 宁若若把所有奖励 都兑换成了帮我 所谓赠品 不过是系统编的借口 那宁若若还能回家吗 不能 她还要去下个故事里 完成任务 而且拿到的人设挺惨的 希望她活下来 我思考了几秒 又问系统 我能不能去帮她 三 父亲去世后 把所有遗产留给了弟弟 于是后妈用一张 坟牡丹花窗帘 裹着所有破烂离开了家 哪怕她伺候了二十年 我们依旧不把她当家人 不久后 她病逝了 因为父亲没带她领过结婚证 她烧了也没人管 一眨眼 我来到了二十年前 后妈刚进家门那天 我又见到了年轻漂亮的宁若若 她什么都不记得 懦弱又胆小 用一朵出具花 小心翼翼地讨好我 喊我女儿 我笑着牵住了她的手 别怕呀 这次换我来拯救你了